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史上無敵簡單的 溫和氨基酸結盐慕子的配方 一起來跟我DIY吧 只要三個步驟 今天要準備的材料有 一個慕子瓶 一個涼杯或涼桶 一罐75%酒精 一罐氨基酸起泡劑 單油 燃氧乙醇 這是防腐劑 首先呢 第一步所有的器材 都要用75%的酒精 掉在不掉屑的衛生紙上 或者是擦手紙上擦一遍 然後第二步 根據慕子瓶的大小 先來配100毫升的洗臉慕子 我們要加水60毫升 甘油10毫升 氨基酸起泡劑30毫升 這邊提醒一下 如果你短期內用不完 你就可以再加1毫升的 燃氧乙醇進去當防腐劑 它很安全 不用擔心 但是如果你每天都用這個洗免慕子 用很快 大概1個月就用完了 那麼你想要不加防腐劑也是OK的喔 最後就是第三步 倒入慕子瓶中搖一搖 接下來就是 一罐溫和的胺基酸結慕子就誕生啦 是不是史上最簡單呢 有人會問說 那如果我想要洗起來香香的 我可不可以加精油進去 想要美白的功能 那麼我可不可以加一些 像是維他命C這類的成分 或者是想要抗痘 我想要加一些茶素精油可不可以 我跟你們說 洗面乳就是拿來洗臉的 其他什麼功能都是假的 你需要的任何功能 都請把它放到精華液這個程序裡面去 清潔產品只需要注意一點 那就是清潔力跟溫和度 符不符合你們的需求就好了 就是要那種洗起來清爽 但是不緊繃又不會乾澀的 才是最好的血淡產品喔 不要追求香不香 幹嘛你們還想當面膜膚啊 洗臉不應該是一種享受 短短的兩分鐘之內就要結束了 不然的話很容易造成過度清潔 會傷肌膚的 而在這短短的兩分鐘之內 其實所有的營養跟成分 根本來不及進到你的皮膚裡面 所以所謂的功能全部都是假的 騙你的錢而已 至於洗臉要看我上一集的分享喔 如果你喜歡這一集的內容 請幫我按個讚 以及分享給你的好朋友們 那麼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